在日本动画历程中 有着不少收视率很高的动画 那么历史当集收视率排名前五的动画 有哪系列 第五位 巨人之星 改编至《伟源于奇》和《川奇生》的漫画 很多漫画家都受到了这部作品的影响 包括《傅坚一博》和《高桥刘梅子》等人 动画版第九十四画 收视率达到百分之三十六点七 是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运动题材动画 并列第五位 小鬼Q太郎 这是由藤子伯尔雄的漫画改编的作品 单集最高收视率同样为百分之三十六点七 是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少年商店漫画改编作 第四位 阿拉雷 原作是鸟三明的漫画 鸟三明也凭借此作 站上了少年降谱人气领风 动画收视率最高达到百分之三十六点九 是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少年降谱漫画改编作 第三位 海罗小姐 这部由长谷川挺直的四格漫画改编的动画 至今已经播放超过五十年 过去三十年几乎一直是收视率最高的动画 其单集最高收视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九点四 是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四格漫画改编动画 第二位 樱桃小丸子 原作是樱桃子创作的漫画 其单集最高收视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九点九 是在线收视调查以来的收视记录保持者 也因为原作漫画在少年漫画杂志 Rubon上连载成为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少女杂志 漫画改编动画 第一位 铁壁阿同目 漫画发行量超过一亿 动画单集最高收视率达到百分之四十点三 其漫画作者和动画总监督都是漫画之神 首种之虫 难得说难得说 大家好 我是陆南军 欢迎收看《虫之记》第六期 这是讲述《首种之虫》人生的系列 其本质依然属于漫画家系列 前五期我们讲述了小时候爱好广泛的首种之虫 在经过了强制训练所和大阪空袭等磨练后 凭借小马日记出道以星宝岛扬明漫画界 星宝岛也使得日本的漫画进入了新的时代 之后首种之虫创作了森林大地 铁壁阿同目等多部佳作 站在了漫画界的顶端 但是随着巨画的兴起 首种之虫的作品开始被读者认为是过时的读物 他也一度消沉 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但是首种总是在不断前进 即便漫画道路受阻 他在医学的道路上却更进一步 成为了医学博士 与此同时 首种之虫多年的动画梦也开始起航了 本期节目将带着诸位去简单了解一下 漫画家首种之虫与动画的故事 1954年 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柳元良平进入了设计行业 凭借自己的天赋与努力 几年后在业界颇有名气 其参与创作的Toris Whisky的CM更是数次获赏 这条CM也是日本有限动画的初期尝试之一 1960年柳元良平与另两位年轻人结成了动画三人会 开始创作属于自己的动画 一位是九里扬二 他笔下的漫画九里扬二的杰作集 曾经拿到了第四回文艺春秋漫画赏 而另一位是从美术大学毕业 曾经担任过美术老师的曾国博 动画三人会很快创作了第一部动画 并且在东京的草越会馆发表了作品 很多热衷动画与漫画的人都受到了邀请 其中就包括首种之虫 动画三人会制作的这部动画张数非常少 根本动不起来 是一部并没有给首种留下特别印象的作品 但是他们却不断进步 一次彼此做得好 第三次发表的作品吸引了很多观众 大多是学生和设计行业的人员 其中还包括首种之虫儿子的偶像 漫画家田河水炮 小时候的首种还逢人就说 海洛小姐的作者是田河水炮的夫人 这次发表的作品受到了好评 田河水炮激动的说 这样的作品连我也想尝试的做作呢 一旁的首种与田河水炮感同身受 动画三人会的动画也影响了业界的进程 独立动画开始进入观众的视野 听到首种之虫也想做动画 九里扬二先是笑了一下 然后对首种说 我等着你来做哦 不知九里扬二这一笑是何意 但此时首种已经在东映制作长篇漫画电影 西游记了 不过回想起来 首种自从此前的动画道路并不遂人心愿 1947年左右 年仅19岁的首种 怀揣着自己的动画梦 来到了东京一间漫画电影工作室 本想着面试成功后放弃从医 也可能会放弃自己未曾放弃的漫画 当时的他认为制作动画 是自己首要的梦想 然而对方却在看了星宝岛后 对首种自从说 你不适合制作漫画电影 首种只好回到老家 开始摆弄猪来的老旧摄影机 试着探寻做动画的些许门道 其实从小他就开始摆弄摄影机了 并且还进行了尝试 但这确实不是一个靠着研究摄影机就能真正弄懂的行业 首种自从对动画的追逐是疯狂的 有一次他在得知九州要上映迪士尼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后 面对眼前尚未完成的漫画稿子 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脱稿 于是即便在一群编辑的追赶之下 他也要去九州看动画电影 遇到喜欢看的电影 他就一整天在电影院里不断的重看 其中次数最多的是小鹿班比 1955年 首种自从观看了横山龙一制作的动画 依靠别人的妖精 深受感动 充满了新鲜之情 你要不要也试着制作动画呢 被横山龙一如此问到后 首种心中的动画梦躁动着 他投资了岛田起山城的动画制作公司 但是做动画实在是一件充满艰险的事 岛田起山的公司没过多久就倒闭了 作为站在漫画界顶端的人 却总是在追逐着动画的光芒 是小兽所看的背地娃娃大力水手等作品的启蒙 是战争期间让他心持神网的 万事兄弟铁山公主的指引 是反复观看小鹿班比的引导 或许阵营走行 首种的动画梦才一如既往 不过首种似乎就是个拼命实现又是梦想的人 通过前面的讲述 我们知道少年首种有很多梦想 漫画梦 动画梦 小说家梦 医生梦 落语梦 演戏梦 由于在演戏和落语方面实在没有天赋 最后放弃了这两个梦想 漫画家梦和医生梦是最快实现的 而小说梦在1958年得以实现 当时正是句话开始兴起的阶段 首种自从在《中学生自有》这本杂志上 连载的中篇小说《宜人静》 你很难想象一个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 同时连载多部漫画之余 研究了精子细胞结构 连载的小说 还在东映参与了动画电影《西游记》的创作 但是也正是因为多线作战 让首种自从与东映的合作 从一开始就留下了隐患 首种在创作《西游记》的原案时 总是拖延 这一点让东映的人很不满 首种甚至被斥责 东映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做动画 言外之意就是 让那么多人等你一个 你不感到羞愧吗 诚然站在首种的角度 他已经足够认真了 因为同时还要连载那么多的漫画 不过东映的话 却也不过分 毕竟动画是协同作业 另一方面 首种自从与东映的制作人员 在制作理念上也有冲突 首种创作的故事被多处修改 这些都是让首种自从在东映 感到不顺的原因 所以在听到九里扬尔说 我等着你来做之后 首种要做自己的动画的想法 也更加强烈了 当然首种在东映还是颇有收获的 学习到了制作动画相关的知识 他本人认为 更重要的是 认识到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动画是协同作业 不能过分突出自己 要懂得与他人协调 当然也切记失去自身的风格 另外这段时间 时辰张太郎 也因为首种与东映有了交集 1960年8月 东映的西游记上映了 而首种自从也在东京 炼马区古园艇 现在的富士舰台一带 买了一块地 建造了属于自己的工作室 他也和首种月子 搬到这里生活 1961年6月 首种自从对怀者运的 首种月子说 接下来我要开创一番 非常辛苦的事业 无论成败 我们都要做好 过苦日子的准备 请忍耐吧 首种月子一听 面露蓝色 不过他也没多说什么 1961年 首种自从先后找到了多名伙伴 其中包括出身东映的 版本雄作和干野修士 Otokie制作的三本一 之后包括从小深受首种漫画影响的山景 宜善兰等人也加入其中 首种自从的动画梦正式启航了 之后还将制作社的名称 从首种自从制作公司 更改为虫制作公司 之所以会取名为虫制作 原由之一是取义为热衷于某事之人 同书虫的虫 这里特指漫画之虫 漫画电影之虫 首种认为与自己的名字无关 而稍早前的五月 横山龙一带着他的Instant History来了 帮助他创作的人 还包括长盘装戏的《铃木深衣》 随着电视的普及 动画广告开始孕育 TV动画也有了诞生的条件 也偶有包括 艳术的故事这样的短片动画 登上荧幕 与还未察觉 电视动画时代即将来临的观众见面 甚至1957年就有漫画六四这种 作画章数极少 充满大量静置画面的一分钟的 系列短节目出现 而横山龙一的Instant History 则是结合了两者的特性 成为了在富士电视台播出的 长篇系列动画 从1961年5月开始 每天傍晚左右播出一集 长度大约在三分钟左右 总播放画数达到312画 由生产食品和药品的公司 明智自果赞助 后面会提到该社与首种的交集 1961年8月11日 首种月子生下了首种针 首种的动画梦也稳不起航 但漫画方面 首种依然在新的时代挣扎 《神奇少年》这部作品 收获了不少忠实的读者 但并未扭转首种的颓势 他在《少年商店》上创作的 惊奇博士林仁 肯恩队长 都未能摆脱人气低迷的困局 首种便寄希望于 在《少年商店》的第四部作品 《白色领航员》 由于连载肯恩队长时 首种把故事背景设定在火星上 遭到了众多读者的批评 他们认为首种的漫画 纯粹是胡扯 于是这一次 首种就把故事的背景 设定在了地球上 1961年8月27日号 《白色领航员》开始连载 故事讲述的是 波斯克博士发明了复制机 他的本意是为人类发展做出贡献 然后首相却让他利用复制机 复制人类 于是博士无奈地将自己的孩子 复制成功 但是他感到非常惶恐 毕竟这项技术是违反常理的 于是他拒绝将复制机交给首相 首相勃然大怒 派人杀害了博士及其夫人 只留下了两个婴儿 并且其中一个被女王陛下带走 成为了王子 而另一个则进入了地下工厂 成为了苦力 因为被同时进入地下工厂的胡子老爹 半君坐手养 而取名为半大柱 王子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成为了一个英勇善良的人 但是他每天都会固定的时间 做噩梦 原因是因为他与半大柱心灵相通 半大柱每天接受拷问的时间 正是王子做噩梦的时间 终于有一天 王子和半大柱相见了 两人虽然对于对方和自己容貌一样感到诧异 但人不知其中一人 是父子及父子的 半大柱也利用自己与王子容貌相同这一点 准备从地下工厂逃出 不料却无功而返 不久之后王子知道了父子鸡的事 只要摧毁父子鸡 父子的那一个便会消失 这样就一个问题摆在了王子面前 摧毁父子鸡 首相的计谋将无法得逞 可是王子与大柱必有一人消失 并且也不清楚谁才是父子人 之后大柱和王子也展开了一次之命运的对决 故事的最后 在二人与首相的交战过程中 父子鸡被毁 王子开始消失 他一边消失一边大笑 原来父子人是自己 显然这是一个令读者有些悲伤的故事 当然王子也颇感欣慰 因为父子鸡的消失意味着避免了一场大战 作品一开始获得了不错的评价 但是连载到后半时 故事情节开始脑套 口碑不断下降 首总自从发现人气不佳 也果断的快速完结了此作 不用多说 首总又要失败了 他似乎陷入了一个失败的怪圈 好在此时还有铁比阿童木乘者 不然首总真的要被时代抛弃了 1961年左右 漫画界的局势瞬息万变 白土三平的《仁者武艺》 《仁王传》势头不解 同时他也开始在少年上连载佐助 进入了创作的巅峰期 之后被称为妖怪漫画第一人的水木帽 则正在创作传奇之作《牧场鬼太郎》 和铜三平的连载也开始了 而深受星巴刀影响的恐怖漫画 第一人《梅图一雄》 这年在代本短篇杂志《红》上刊登了作品 并且正式把恐怖漫画一词带入了漫画的世界 1961年秋冬 藤子波尔雄、赤董波尔夫、石森张太郎等人 相继搬出了长盘庄 虽然之后仍有一些漫画家进入 不过新漫画党的成员全部告别了长盘庄 自1953年初 首种之虫搬入长盘庄以后 就不断地有年轻漫画家入主 他们怀揣各自的梦想踏上旅途 却因为漫画汇聚于此 在那个漫画不被大众接受的年代 他们或许彷徨过 但却未曾丢情梦想 面对荆棘之路 他们携手共进 面对荒芜之野 他们勇于开垦 予以见风的他们 与刚入长盘庄式相比 有了兑现 天赋的才能 长盘庄一中 终于要开始改变业界了 藤子波尔雄在漫画事业上 突飞猛进 蓝笋子树雄完成了 由江湖穿乱布作品 《怪人而是面相》 改变而来的巨画 藤本宏则正在创作 戴手套的小铁军 主人公小铁军 拥有一双神奇的手套 戴上手套折纸 就能让折纸动起来 这一设定 被不少读者 认为是哆啦A梦 风格的雏形 而时生张太郎 通过《快捷哈利马欧》 等作品 收获了人气 四种布尔夫 在少女漫画和搞笑漫画上 都有收获 至此漫画界 已经从手种自从的时代 完全过渡到了 群雄并起的连带 1962年1月 手种开始连载 新作《铁血思路》 这是一部在学年之上刊登的漫画 属于约翰福特的电影 《铁记》的衍生作 在创作过程中 手种自从老是脱稿 既有同时创作其他漫画的原因 也有开始分出大量经历 到动画事业上的原因 总而言之 手种自从继续着 失败的道路 与《铁血思路》同时的新年载 还有四斤子来了 这是手种又一次在 少女杂志 好朋友上创作的漫画 不过人气始终不佳 手种还是没有从失败的里藻中走出来 他也相当迷茫啊 他已经不知道漫画读者想看什么了 而且手种自从此时 也不再拥有改变市场走向的能力 铁壁阿头目人气依然很高 神奇上人的表现也尚可 但是同时连载的其他作品 诸如《魔神加龙》 《地球防卫队》 《白色领航员》 《蚂蚁和巨人》 《欧马队长》 《铁血思路》 以及《四斤子来了》 都没有在人气上一扫颓势 面对日新月异的漫画界 曾经的王者手种自从 到底还能再度绽放出 令他人瞩目的光芒吗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奇怪 手种为何不专心只创作一部作品呢 这样不是更容易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吗 实际上个人认为 这也是关于手种的遗憾之一吧 他从始至终 都为全身心的只创作一部漫画 甚至相当长一段时间 同时连载火之鸟怪姨黑杰克和佛陀 但这也是有原因的 后面讲的这些作品是在谈 不过这个阶段 手种自从不断的创作漫画 一方面是要赶上时代的步伐 所以他不断的尝试探索 另一方面便是我们提过数次的 就是为了赚钱 成立自己的动画工作室 而重制作的运行 全靠手种自从画漫画的收入 所以他不画也不行啊 毕竟做动画 确实是需要一定的资本啊 手种自从有了自己的动画工作室之后 便与伙伴们开始创作属于重制作的动画 手种想要创作一部艺术性高的实验动画 而这部动画正是1962年的某个街角的物语 手种自从担任构成 三本一和版本雄作负责演出 原画则由包括三本一 版本雄作 干野修斯和三井一三郎等六人共同完成 整部作品不到40分钟 用了500多个镜头 全方位对有限动画的表现形式进行尝试 大量采用一拍三和一拍四 甚至有相当多的动作根本动不起来 完全没有中间状态的呈现 直白来讲就是很不流畅的意思 不过此处与海豹的结合却相得一张 正如名字某个街角的物语 作品讲的就是街角的故事 从小女孩到老鼠到海豹 以一种很新奇的视角去展现街角的一切 尤其是海豹的部分 平面风格的人物随律而动 让人眼前一亮 记忆深刻 动画的场景也非常细致 而故事风格则是首总擅长的 一开始激进地表现了街角的平和 最后刻画战争 破坏了这美好的一切 从地底国的怪人和仪式的世界开始 首总就特别喜欢描述这类悲剧式结尾 包括刚才的白色领航员也不例外 某个街角的物语 作为虫制作的首部作品 首总之虫也是非常自信的 1962年11月5日 他在发表该作时 如此介绍到 这部作品将作为虫制作的名片 从获奖的角度上来说 某个街角的物语确实算是成功的 拿下了艺术祭赏 大腾心郎赏等奖项 首总之虫将其作为虫制作的名片 也不无道理 其实与某个街角的物语 同一天发表的还有两部作品 一部是长度只有三分钟的实验动画 雄性 而另一部 则是四制作品 在制作某个街角的物语的过程中 从制作的社员们 想要通过动画维持生计 但他们也不太想制作电视广告 面对如此局面 有一天 首总之虫说 让我们来制作电视漫画吧 我相信将来一定很有市场 制作主一听 相当胆怯 毕竟每周稳定更新30分钟的长度 确实让人难以想象 首总之虫说 让我们尽量压低肉画张素 用镜子的画面搭配台词 有人反驳道 这还是漫画电影吗 纯粹是纸质居啊 纸质居啊 就是连环画剧 时终解释道 电视机 就是电子质居嘛 只要作品有趣就行 我们抛弃既有的理念 来创作既便宜 又受欢迎的作品吧 这确实也有人评价 首种的动画 就是电子质居 当时做动画电影想要盈利 确实不容易 这是一项投入成本大 制作周期长 回报还很有限的行业 当时市场也并未完全形成 大人们也对动画抱有偏见 认为这就是给小孩子看的东西 因此当时很多人认为 在日本做动画电影 前途是不光明的 所以首种才想把动画搬上电视平台 虽然在此之前 他所敬仰的恒山龙一 已经用长篇系列动画 Instant History做了示范 但虫制作想要呈现的形式 却与恒山龙一的作品相差较远 不考虑制作手法 最显著的就是 每周稳定播出30分钟左右 这毫无疑问是相当大的挑战 尤其是在虫制作人员 还相当有限的情况下 首种之虫决定将自己笔下 人气最高的漫画 铁壁丫头目改变成动画 虫制作也很快试制了一集 与某个街角的物语一起发表 做动画是需要资本的 因此他们透过广告代理商万联社 找到了赞助商 明智之国 这正是恒山龙一作品的赞助商 他们对重制作周更30分钟左右的长度 将信将疑 重制作便给明智之国播放了四字影片 明智之国觉得这似乎 是一个可以赞助的项目 便询问价格 首种之虫考虑到当时一集电视剧的制作费 在四五十万日元左右 担心给出过高的价格 把明智之国吓跑了 同时也担心同行竞价 把好不容易找到的赞助商抢去了 于是给出了一集 五十五万日元的价格 首种说这个价格放在当时也是很低的 此时他已经做好了亏损的觉悟 同时也为重制作的命运 留下了伏笔 于是首种之虫与重制作的社员们 踏上了艰辛的动画制作之路 首种之虫在动画和漫画间 来回奔波 一向精力超神的他似乎也净显疲态 一会儿要赶搞 一会儿要参与动画 一会儿还要接受记者的采访 他还经常担心 赞助商明智之国退出 于是他的精神疾病又严重了 甚至内倒了 无法继续参与铁壁阿头目的动画制作 这也让动画组的其他人感到困扰 要配合首种之虫 太难了 于是他们决定自己干 轮换负责每一集的制作 重要的地方在寝室首种之虫 由于实际操作过于困难 首种之虫与虫制作的动画人 还确立了一些制作准则 比如每一集作画的章数2000章 甚至要更低 但即便如此 因为创作人数太少 很多人都是超负荷创作 角色的动作采用1拍3 增加镜子的画面 角色说画时 只画张嘴、闭嘴和中间状态 并且嘴动的时候 其他地方尽量保持不动 角色行走时滑动背景 给人一种人在行走的感觉 其实这就是属于有线动画的特点了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总之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日本TV动画的特点 只是还显得很智能 其实大家经常看到的误解性码的 包括一些脑洞乱入视频 正是灵活的 运用了有线动画的这些特性 1962年 漫画家首种之虫 除了铁雀思路和四金子来了两部新年载 五月份还在好朋友上开始连载 野玫瑰精灵 这是一部幻想题材的童话故事 人气不佳 白色领航员完结后 首种在少年商店的第五部作品登场 勇者大单 故事以老虎为主角 算是首种漫画中少见的 因为他觉得老虎画起来比较麻烦 不过这部作品还不如白色领航员 一开始就口碑不佳 首种也一如既往的脱稿 做动画确实让首种有些无法兼顾了 而且1962年巨画的势头更猛了 此消彼长 首种之虫的新年载真的举步为奸 神奇少年也因为杂志费勘而被迫完结 这下真的就只剩下铁壁丫头目有高人气了 但即便只有铁壁丫头目 首种肯定也是一线漫画家 所谓的低谷 那也是首种之虫的低谷 不过对于靠着首种搞费运行的重制作来说 真的是一个挑战 这年离开长盘庄的藤本宏其漫画事业势不可挡 笔下创作的带手他的小铁军和前进把火箭人 同时拿下第八回小雪馆漫画赏 不过藤本宏距离阳明漫画界还有一定的距离 而同样刚离开长盘庄不久的次种布尔夫 开始在少年桑德1962年16号上连载传奇搞笑漫画阿松 喜剧漫画的王正式上线 另一边少年桑德与少年麦克人展开了创刊初期的激烈交锋 少年桑德上有首种之虫横山光辉 横子博尔雄 赤种博尔夫等人 赤种的阿松和横山光辉的一鹤的影丸是其两大王牌 而少年麦克人则有食神张太郎 白土三平 生田四郎等人作证 在作品上稍微有些弱势 不过少年麦克人手中 此时却有两个未来人改变漫画界格局的新人 一个是此时与吉田龙夫合作的 韦元一齐不用多做介绍 《巨人之心》和《明日之障》的原作者 另一个正是千叶彻迷 他此时正在创作影响巨人之心的魔球投手 之后他是《明日之障》的作画担当 两大少年漫画杂志交锋的同时 少女漫画界也进入了混战状态 除了有首种之虫所在的好朋友之外 就是连载过《摩卡因》和《美少女战士》的好朋友 之后站在《少女漫画》杂志顶端的 Revon也壮大起来 他的初代主编正是之前多次提到的《长野龟》 他也是之后少年《降普》的初代主编 这本于1955年创刊的《金色少女漫画》杂志 此时上面正连载着次种伯尔夫的《甜蜜小天使》 后面还连载了《樱桃小丸子》等知名作品 其实不止Revon和好朋友 玛丽特和少女Friend也决定创刊了 漫画界的格局正是不断变化 不变的只有首种 才会走出漫画创作的低谷 不过恐怕他此时也没有失落的空险了 因为铁碧阿桃木的动画距离播出越来越近了 1963年1月1日 动画铁碧阿桃木开始在富士电视台播出 这是日本电视动画历史性的时刻 阿桃木第一集大部分的内容来自铁碧阿桃木漫画的前身 原子大师 这部作品阿桃木并非主角 而是作为调和两个星球之间矛盾的和平大师 后来在编辑的建议下 才有了以阿桃木为主角的铁碧阿桃木 因此实际上阿桃木动画第一集和漫画的差别非常之大 动画中阿桃木同样也是天马博士仿造日记儿子创作出来的人型机器人 并且拥有强大的力量 不同点在于机器人马戏团的段落 漫画中只是为了让主角与阿桃木相遇 而动画中则是通过这段刻画 体现了阿桃木聪明勇敢 单纯善良的特点 让读者对被天马博士抛弃的阿桃木更生喜爱和怜悯之情 同时也让他和茶水博士相遇 正式拉开了阿桃木故事的序幕 手种之重也观看了这一集 他备受感动 自己多年来的动画梦终于实现了 虽然已经制作了实验动画 但铁比阿桃木的播出对他而言 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在观看的过程中 手种也感到担心 自己制作的动画是否能被观众接受呢 在看到配音和角色的口型没有对上时 手种也些慌张 手种想着 糟了糟了 这下会被大家嘲笑的 就这样 他既感动又不安的看完了铁比阿桃木的第一集 而第一集的收视率达到了令人震惊的27.4% 属于阿桃木的时代来临了 手种虽然在漫画时代戳走不断 但是他和重制作的伙伴们 却在日本电视动画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电视动画铁比阿桃木犹如会形般闪耀夺目 尽管廉价的制作让很多人比喻 但日本TV动画时代的大门却就此敞开 如果说星宝岛是日本战后漫画的新起点 那么阿桃木便是日本电视动画的新起点 铁比阿桃木随着播出 收视率不断飙升 第四回就突破了30% 一次又一次的创造收视记录 当然这还远远不是巅峰 下期再详细提及 观众都沉浸于动画的魅力中 然而在本盖子的欢欣鼓舞的时刻 首总之从和重制作的动画人 却高兴不起来 或者说是没有经历高兴 因为实在太累了 工作强度实在太大 没多久之后 制作人员都受脱向了 甚至好几人患上了神经观能症 但即便如此 大家还是努力坚持创作动画 首总说 支撑他们创作下去的动力是 我们是开创者的骄傲 于是为了减轻工作量 他们想到一个办法 重复使用画面 设计的范围包括 角色表情 特效作画等等 凡是能够重复使用 且不容易被观众发现的元素 皆可利用 直到用到观众发现为止 此举确实减少了相当的工作量 不过即便如此 首总之从和重制作众人 依然长期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 当然重制作的薪水并不低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双线作战的漫画家 首总之从 此时只连载的铁匾同目 欧马队长 铁血思路 和地球防卫队等作品 和以往相比 显然已经有些精力不足 但是即便如此 他还是选择了继续开新作 历史题材漫画 新选组 于少人book的1963年 1月号开始连载 少人book这本月刊少人漫画杂志 于1959年正式创刊 全身是连载过当下左膳 和来欧物语的 趣味文库 也是吉英社在少年漫画杂志领域的 首次尝试 不用多说 这位之后的少年Jump 打下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编辑长 也是长野鬼 新选组的故事 虽然并未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但是这部漫画之后 却让少女漫画之神 秋为妄都 立志成为漫画家 而首总也在同一时间段 开始改编自己曾经的人气漫画 断代骑士 继双子骑士后 再度让该系列与读者见面 不过这一次是完全的重置 剧情与1953年版本大体相似 同样是在好评上连载 作为少女漫画先驱的重置版 此次的断代骑士 还是有相当多的读者的 到了五月份 首总之同开始在杂志 S4 Magnum上连载 S4广想曲 这本杂志的主编 辅导证实是S4小说作者 他对漫画很不屑 但是好在手下还是有挨着漫画的编辑的 首总在S4狂想曲中 展现了自己惊人的想象力 无论是故事还是创作形式 都不受拘束 做到了真正的狂想 从过去到未来 从地球到外星人 从人类到异形生物 虽然仅仅是几个短片 却能窥见首总思想的狂欢 分隔方式也让眼前一亮 让读者见识到漫画这种形式的灵活性 另外不知道首总是不是太累了 其中一半的短片 是以会晤语的形式呈现给读者的 包括稍早一点的羽毛与心血也是这样 不过有的短片虽然通篇穿插大量文字 但分镜却是能连贯起来的 同时间段连载的欧马队长意思如此 再结合SF狂想曲 其他几个形式各异的漫画短片来看 这其实也算是首总在低谷时期进行了探索尝试 同时连载多部漫画并不容易 尽管首总足够努力 但脱稿的情况却很多 一群编辑吹稿的景象屡见不鲜 分身伐术的首总也偶尔让人代彼 比如之前提到的永岛圣恶 代彼当下左上续作 而稍早前创作的魔神加龙 也有让人代彼的部分 不过对于这类情况 首总一般认为这些内容并非自己创作的 其实在这个阶段 魔神加龙算是首总除了铁壁丫头目 和神奇少年之外 比较有人气的漫画了 如果你看过铁壁丫头目 想必对多次创造的魔神加龙并不陌生 另外多年后永景豪还创作了魔神王加龙 除了精力不足 同时连载多部漫画的一大挑战是 不同作品之间的转换 我们从首总的连载作品可以看出 它涉及的题材范围非常广 从现实到科幻 从历史到未来 从童话到传说 从地球到宇宙 从漫画教学到生物天文普及 它总是在不同题材间转换 除了题材 首总也往返于不同的风格间 就拿这个阶段连载的漫画来说 白色领行员和勇者大端 是明显的少女漫画风格 断带骑士和野玫瑰精灵 则是少女风格笼合的作品 SF狂想曲则是从儿童到大人风格都有涉及 不同风格的创作方式是有区别的 用少年漫画的笔触 去展现少女漫画的系列 肯定是不合适的 当然随着漫画的发展 不同风格也可以融为一体 因此之后有不少分不清是少年漫画 还是少女漫画的作品存在 但就上世纪60年代来说 要在不同笔触间转换 这并非意思 再加上还要在不同题材间往返 让每部作品保持自身的风格 就更加困难了 不过60年代初期漫画画面并不精细 梅艳漫画的作画速度 肯定是比现在快很多的 但是漫画的故事创作 所耗费的精力也并不比作画少 另外除了作品 首总之虫还在漫画家 动画人 小说家和医学博士间不断转换 这些都足以看出 首总对所追逐的梦想的热忱 这段时间 虽然首总之虫 依然没有突破漫画创作的瓶颈 但是他对年轻人的影响 并未因此减弱 除了前面提大的邱伟望都 此时还有很多孩子 深爱着首总的漫画 时生张太郎的同乡大友克扬 此时还是个小学生 他对首总的铁匾童目 和森林大帝非常着迷 而和大友克扬合作 老人Z的江可兽史 当时也是个小学生 在看了铁匾童目 和月光假面之后 开始拿着笔画漫画 玻璃假面的作者梅的林慧 此时也在戴本屋里 疯狂的阅读首总的漫画 爱之前的一个孩子王非常调皮 成天到处游玩 不过他也是个非常喜欢画画的孩子 在看了101中狗之后 对迪士尼的动画 很是着迷 这个时候 他非常喜欢描绘 铁匾童目里面的机器人 为成为漫画家打下的基础 而首总之虫 也成为了其最尊敬的漫画家 这个小孩子 就是鸟杀明 再说回动画方面 为了使虫制作的运转 更加理想化 让铁匾童目 扭亏为盈 首总之虫和虫制作 开始从事与铁匾童目 周边商品的授权 这也使得虫制作 有了上亿日元的额外收入 首总之虫说 这是从迪士尼身上学习到的 和赞助商明知之国 因为铁匾童目的超高收视率 业绩飙升 成为了大赢家 他们给阿童目的制作费 也随着热度不断提升 另外阿童目的动画 有着如此高的人气 肯定也会提升原作的发行量 只是并无数据 证明提升了幅度 这个时候人们发现 做动画好像还挺赚钱的 于是日本电视动画热潮开始了 1963年9月4日 由TGJ制作 改编至小岛公四个漫画的 先人部落 在富士电视台深夜档播出 并且获得相当不错的反响 之后TGJ又连续推出了两部作品 由同名漫画改编了 铁人28号 于10月20号 在富士电视台播出 该作收获了极高的人气 与TGV阿童目形成双雄局面 另一部则是根据 瓶颈合阵与生田赤狼的漫画 Edmond改编的动画 于11月7日 在TBS系列播出 播出期间 收视率一度达到25% 连续三部作品获得高人气 TGJ势头迅魔 而创作的长篇动画 电影白蛇传和西游记的东莹动画 也加入了浪潮中 制作了狼少年肯 于11月25日 在Late电视台播出 也就是现在的朝日电视台 值得一提的是 高田勋 扎任了第六话的演出 实现了自身的一次飞跃 而同一年 一位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 进入了东莹动画 他年少时很喜欢看漫画 其中就包括手种的作品 和藤子波尔雄 十生张太郎等人一样 在幼时读到星宝岛后 深受冲击 这位年轻人 正是之后文明世界的 龚崎俊 另外长盘装一众 在看到铁碑 的表现后 就像当年看到星宝岛一样 他们想继续追逐 手种的步伐 成立工作室 做动画 于是1963年5月8日 以林木森一为核心 成立了零工作室 成员包括 藤子波尔雄 十生张太郎 角田赤郎兄弟俩 之后 赤种波尔夫也加入其中 他们制作了铁碑 头目第34话 梅土路沼泽 但是每个人的风格 过于强烈 让这一集 成为了整部动画中 很特别的一集 1963年年底 尤家代理商的社长 问手种之虫 我要去一趟美国 可以把铁碑头目 拿给我推广吗 手种心难接受 不过他也没想太多 但这却成为了铁碑头目 走向世界的契机 也是日本电视动画 走向世界的契机 那中国引入的第一部 日本TV动画是哪不呢 这个之后再说吧 手种之虫的动画梦 看起来真的就像梦一样 毕竟这个时候 距离他成立动画工作室 只过去了两年半 迪士尼带来的梦想 终于看清 万事兄弟 急于的勇气 终于闪光 手种之虫的坚定 让他未成驻足 而这段时间 中国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相继推出了小蝌蚪 找妈妈 大闹天宫 和木迪等经典动画 虽然此时手种与他们 并没有交汇 但却以为后来的故事 悄悄地点燃一笔 不过手种的动画梦 真的实现了吗 探清楚自己作为动画人 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智能的他 还没有能力创作出 憧憬中的动画 而作为漫画家 他还将继续面对挑战 因为巨画势头 依然迅猛 即将成为完全体 藤子伯尔雄 赤总伯尔夫 横山光辉等传奇 都在展示自己的漫画才能 而石森张太郎 正要进入巅峰期 即将成为闪耀的巨星 另一方面 少年桑德 与少年麦克人的王者之争 越来越激烈 周看少年漫画的时代 即将到来 当人们第一次阅读到漫画新报道时 他们被吸引的风景 和有趣的故事震撼 从此进入了广阔的漫画世界 当人们第一次观看动画铁壁阿童木时 他们深深地沉浸于电视动画的乐趣中 从此对动画无比憧憬向往 新报道 不是首种最好的漫画 铁壁阿童木 也不是首种和虫制作最满意的作品 然而他们确实让日本漫画和电视动画走向辉煌的邂逅 34岁的首种之虫 依然身处巨画的时代 但是他而重制作 努力制作的动画铁壁阿童木 却无比瞩目 他所画下的都是开创者的骄傲 是璀璨的梦想 从之际感受传奇的旅程 好了本期的难得说就到此结束了 我是龙男君 谢谢各位小伙伴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